由首相安德斯里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 执政迈入一周年 安华自豪地表明 在他推行廉政理念下 这一年来没有任何一位内阁部长 传出贪污烂权的丑闻 让他十分骄傲 首相昨晚在布城出席团结政府 执政一周年感恩活动时说 全体内阁保持的连结记录 获得多个执法单位的认证 无庸置疑 尽管他坦诚国内的贪污现象 依然无法完全根除 但他誓言进入执政的第二年 会更加严格落实清廉问证的原则 积极恢复我国在国际舞台的地位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